你没有行医资格 你不可以行医 医院有行医的资格 医院的病都治好了吗 不是 你要抓这一点的话 你怎么抓 医院都能治好吗 你们老是抓的 合法不合法 可是病人的想法是什么 病人的想法 我的病到处治不好 我希望找不到方法 找什么方法 你何罪之有 干嘛要到医院里去 是才是疗法 动不动拿科学来说事 有用吗 最近中医青岛侯镜妇女 被人举报 致受假药案 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有人喊冤的 有人骂骗子的 还有网友直接把案 升级成了 声势浩大的 国家中医保卫战的 案件在2023年2月14日 一审判决中 侯镜因生产销售假药罪 被判有期徒刑11年 罚款900万 侯元祥因犯生产销售假药罪 被判有期徒刑12年 罚款1200万 许多人对一审判决 十分不满 有人认为侯元祥 和侯镜生产的产品 并非假药 而是致病救人的好药 侯元祥祖传秘方中的药材 都入选过 权威中医药编年史册 国一年鉴 他只是利用自己学习的知识 将药方进行改良 治疗了无数人的疑难杂症 然而一审判决 却让侯镜妇女 面临总计50年刑期 和2980万人罚金 创下了中国司法史上 个体中医罚金的记录 他的父亲侯元祥67岁 被判12年 这等于是将他老人嫁 枉死立官 甚至怀疑一审法官 在判罚中表现出来的 对民间中医 异乎寻常的仇视 但也有人坚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侯镜妇女 无论功绩如何 犯罪了就必须受到制裁 胡文明就参加过 兼实 雷达 民用机星舟60 大飞机C919的工作 主持航母的研发 被称为中国航母之父 因为受贿 也被判刑了 侯氏妇女同样不能幸免 那么侯镜妇女 是要神还是要贩子 是民族英雄 还是有知识的诈骗犯 这案子到底能不能翻 从法理上看 侯镜妇女被判刑的根由 是生产销售假药 其侯镜妇女 在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把临近有效期的中药 和酱糖类西药研磨 提取后 制成自命名抗癌药剂 这些无证药 被青岛市场监督管理局 认定为假药 但很多法律界人士认为 青岛法院的这份判决 完全站不住 假药罪要有主观 故意生产和销售假药的行为 且有足以危害人体健康 而判决中缺少后进所受药物 有危害的证据 很明显 一审判决是超乎异常的严重 从民情名义看 三千多名曾因后妇女的药物 对以康复的患者们 联名上书 网页搜索侯元祥 也基本都是为他喊冤的 一些网友直言 能治病救人的药 就不是假药 有证没证不重要 能治病就是好的 可见这个案件到底倾向法律 还是民情 还需要二审的判决 不管是法理还是人情 侯敬一案的判决上 确实有很多值得争议的地方 侯敬案重审或许不能发案 但我认为 很有可能是改判 如果法院拿不出假药的证据 那侯敬妇女自制药 只是无证自制药粉 就必须重新量刑 上千万天价罚金 也得酌情减少 不过即使改判 也不至于无罪释放 因为从目前 对民间中医的法律来看 生产销售无证药品 是必须处罚的 那为什么侯敬销售假药一案 受到如此关注呢 归根到底是侯敬一案 是中药与西药 民众与法律冲突的缩影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中药 已经名副存亡内忧外化了 不仅大部分的中药配方 和原材料 已经流入了韩国和日本 就连中医也都纷纷倒戈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往往杀人还要出心 赤脚行医要有资格证书 否则就是违法 中医考证 也是要按照西方的标准 大部分中医院 为追求效益已经西化 陕西百年老六号中药企业 紫光药业被资本低价卖给日本 方舟子张公药和合作等人 在上海成立了反中医联盟 并发表了宣言 中医不仅诈骗钱财 损害民众健康 还消磨人们的思维 摧残民族的科学素养 就连发明了清肺排毒汤的 无证民间中医葛又文 因为抗疫功劳太大 也只曾经在央视新闻 短暂的路过一连 没有享受过专访的待遇 以上这些资本对中医药的打压 才是压倒民间中医的 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民间中医就踩入了 另一个陷阱 这个偏方是否对人体 做过安全性评价实验 是否做过大量有效性临床试验 是否做过大样本 随机双盲临床试验 可我们忘了 我们才对民间中医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中医几千年来 自有一套理论和历史传承 与西医本就属两个系统 怎么能用西医的理论标准 和规则来要求中医 因此现在的主要任务是 急需振兴中医行业 要健全中医的药效评估 和审批流程 完善中国药品管理法 改善中医药发展条件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走中医特色道路 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尽快落实全民免费医疗政策 才是重中之重 让资本看到医疗行业 流传千年 历朝历代救了无数生命 其中必有精华 当今要做的就是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图幽幻院士不就是 查访民间药方 拜访各地在世的老中医 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发现了青蒿素毛 这才是振兴中医药的警犯 青岛侯金妇女 治受假药案 你们怎么看呢